如果亚历山大东征到中国会怎么样 今天事老师就来聊聊 如果亚历山大东征到中国会怎么样 亚历山大20岁继位 10年时间就统一希腊全境 如果当时亚历山大能够进入中国 会是什么情况呢 此时中国正处于战国时期 亚历山大第一个碰上的就是最靠地的秦国 而此时秦国已经完成商鞅变法 正是兵强麻壮之际 回顾的高徒张仪正在秦国为相 亚历山大怎么抵挡得住这个古狼之师 如果亚历山大选择从北方入侵 就会跟上赵武林王 遇上胡扶骑射改革的赵军 这亚历山大估计连跑都跑不掉 另外魏国具有强大的魏武族 齐国的军师遇到孙病 所以亚历山大真该庆幸没能来到中国 否则真要是来了早就被团灭了 要么就是来当苦力修长城的